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午安 既然说有行情好像早盘也还算有 但是在盘中就比较闷一些 那么今天的行情怎么来讲 是的 昨天 子佑老师是不是有先提醒大家 我说过在昨天一支长黑看起来很恐怖 但是五日线有破了吗 没有 加全指数仍然是一个KD在80以上高档震荡的一个过程 五日线没有跌破 不用太紧张 可是关键就在于什么 昨天一直提醒大家 今天必须要干嘛 电子要跳高 而且干嘛 要跳高 跳高之后要出现量缩整理 其实不是我要它量缩 而是这是一个官权整理比较好的一个形态 因为等到整理完毕之后 如果再带量的话 刚好可以对齐什么 五日线一个均价上扬 这样子对一个什么多方的攻击是比较有利的 可是从整体的筹码来看 到底有没有机会 其实今天盘中的这个震荡好不好做 最近台子期不太好做 相信大家都能够体会到 12月12月12月1号开始到现在 已经过了很多个交易日 大概八九大概十个交易日左右 可是常常早盘震荡都个 大部分都五十点 多的时候有六十点了 六十点还算多了 常常还什么 礼拜五 包括今天早盘都三十几点 这三十几点到底应该要怎么做 很多人都做到干嘛 都已经晕头转向了 到底方向要怎么做 各位今天还是一样提醒大家 不管 再讲一次 不管台股有没有波动 柴子有没有波动 每一天的早盘的九十分钟 是不是都是有比较大的价差 来看一下盘的部分 这是今天台子期的一个盘中走势 有没有看到 早盘一开盘之后干嘛 指数是先开低的 最低来到九三三八 开盘就见到最低九三三八 然后呢 拉上去到六几 六五附近干嘛 又掉下来没有破前滴之后 又几啦 最高到哪里 九三七四 对不对 到十点十五分的时候 我把这边框起来了 早上九十分钟 黄金九十分钟 一过 各位价差多少点 三十六点 然后接下来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大概十点上下 一点十五分过后才出现干嘛 才出现突破前高的一个走势 为什么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指挥老师一直希望大家进行 难做没有关系 先把黄金九十分钟 看懂 为什么这时候容易有 干嘛 容易有价 各位 有没有看到这个量 我有把这个框出来 早上八点四十五分到十点十五分 这段时间是不是比较有量 有量的时候价格比较容易波动 比较容易波动 当量不见了之后 各位看到没 没有人玩啊 就是因为没有人玩 没有人玩本来就是霞幅震荡整理 霞幅震荡整理 三个小时 各位三个小时 十点上下 请问一下 你要用什么分析 请问一下 你要用什么工具 各位请问一下 你到底应该怎么做 各位 就是没办法做嘛 所以一直提醒大家 早上的九十分钟 我讲的黄金六K 哪六K 十五分钟的前六支K棒 是每一天做当冲交易者 你必须要干嘛 好好掌握的 万一错过了 各位错过了 宁可干嘛 休息啊 也不要干嘛 跟他拼三个小时 不会动 紧张的半死 各位身体会搞坏 所以呢 再看一下图表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 很简单 每一天的早盘 不管是期货的大户 还是有所限货避险的大户 早盘它一定要针对国际盘 对手上的部位做什么 进出啊 所以早上本来就容易有量 所以这一段时间 有把握到的时候 你就能够掌握到价差 所以黄金九十分钟重不重要 就是我们常讲的黄金六K 早盘的九十分钟 到底应该要怎么做 来各位 再讲一次哦 937是9338 今天是难做 各位三十几点 最近都不太好做 请问一下 有多久没看到这种状况了 各位知道吗 台股非常久 没有出现这么闷 这么难做的一个行情 往上涨 日线往上涨 还常常干嘛 你看它日线在往上涨 但是它隔天都给你干嘛 开高 走低 还有盘中干嘛 压到十二点多的 你明明知道它在涨 但是你想要做多 盘中做多都干嘛 都被扫出场 所以不好做 但是不好做 还是一样 早盘 请好好把握 到底早盘的关键是什么 第一各位 有量的时间 有量的时间 容易有价差 这个价差 我这几天一直提醒大家 跟什么有关 跟盘中的什么 主力的追价 主力的成本跟追价 所以怎么把握 来给大家再看一下 来 第一个跟主力有关 有没有 早盘 一开盘 我们进到什么 这边 我们看到第一盘是红色的 市场也是往上追价 所以早上一开低之后 我们进到大户 就是什么 就是买进 最低9338 大户既然买进 各位 它就先往上涨 可是为什么来到 我们工具的这条成本线 就开始震荡 因为昨天工具出现翻工 这条是每一天 五分的平均 大单的一个均价 空方成本在这边 空方成本在这边 所以早盘 是多方大户 先做护盘动作 各位 拉上去 碰到大户 均价成本 空方干嘛 有没有看到 卖出 各位卖出 可是这个卖出 各位看清楚 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 去空它 原因很简单 有没有看到这条 叫做主力气图线 主力气图线 有没有翻率 没有 没有翻率 代表早上进场的多单 虽然有被倒出来 可是 整体主力气图没有改变 等到各位 这根K棒再拉上去 这个箭头请留意 这个箭头发生什么事 主力气图 持续往上 气图往上 做价 大户再次翻多 各位 大户再次翻多 市场开始 全市场跟单 往上做追价动作 从这根K棒开始 干嘛 所有筹码 开始变成对多方有利 所以各位 看到吗 当量能一缩掉之后 多方没有继续买 大户没有继续买 市场没有人追价 价格就不动 等到尾盘 大户又再次干嘛 买进市场再追价就往上了 所以 这个逻辑 你把它看懂之后 它就很简单了 那要怎么样 用在早上的黄金90分钟 来看一下 我们是怎么做的 来给大家看 昨天我们组讯号 五分钟出现空方讯 所以我们当冲 就会只做空 不做多 可是各位看到没 昨天出现空方讯号 我们开始干嘛 做空操作 做空的当冲 可是今天 有没有看到 一整天 一整天 早盘到8点45分 到10点15分 这关键的90分钟 没有任何讯号 各位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是主趋势翻空 就只会做空 可是各位看到没 早上一开盘 主力气图全都红的 有没有办法空 根本没有办法空 麻烦导播 再把我把这个工具的图 稍微拉近一下 这边有上下两条线 这边有上下两条线 上面这条线 价格是写多少 这条叫做 每天工具算出来的 压力带 就是9380.67 今天最高多少 9381 有没有 工具一大早 在10点15分钟的时候 不是哦 是更早的时候 早上线货开盘 没多久 就已经算出来 压力带在哪里 9381附近 支撑呢 9388 各位今天不就是干嘛 日线图最高多少 9381 低点 9338 可是各位 关键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做 因为很简单 只要当什么 筹码和工具讯号 不同项的时候 今天干嘛 趋势 主趋势翻空 多方尝试要干嘛 多方尝试要把它拉回 变成翻多的趋势 还在拉的状态下 只要见到筹码多 我们要不要进去空 各位 不要跟当下对坐 这才是 每一天找盘的黄金 90分钟 你应该要注意的 其实不只是 各位 你看到这个 最重要的是盘中 到底你应该要怎么做 怎么样去看这个筹码 怎么样运用 所谓的黄金90分钟 到底大户在做多 还是做空 其实我每一天 在教学群组 我们工具有一个 教学群组 每一天我都会干嘛 在教学的赖群组里面 跟大家讲说 今天工具 目前看到的现象是什么 支撑压力在哪里 最重要的是 大户的企图 市场有没有发生追价 都会讲得很清楚 更重要的 各位 其实每一天早上 9点到9点半 这个关键的半个小时 我还有做什么 做网路的直播教学 教学什么东西 教学 教大家怎么看 更清楚 怎么看早上 关键时刻 市场实际筹码的一个变化 只要每天看这样的一个节目 你看一段时间之后 到底盘中筹码怎么变动 你会很清楚 把这个看懂了 接下来你就会很清楚 为什么 我一直很强调 黄金的90分钟 也就是每天早上开盘 8点45到什么 10点15 因为接下来有一件事情 可能准备要发生了 跟接下来盘式有关 我先把盘式讲完之后 我再跟大家讲 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看一下质卡部分 今天 昨天是不是有提醒大家 今天会是一个亮说的格局 复习一下 昨天给大家技术面的两大重点 电子必须开高 震荡立守五日线 电子的部分 加权指数 今日低点 不宜再破 本周前半周 没办法出量 也就到礼拜三 前半周没办法出量 站上9000是周线 陷入高档震荡整理架构 来看一下今天 这是昨天的电子指数图 拉回亮说 摸到五日线 我把昨天图秀大一点的时候 不是有提醒大家 这根有量的低点 是前坡的低点 更重要的是 这个位置区 是什么位置区 是五日线的第三天 每一次要做突破的时候 是什么 五日线是123 四经第四天 明天就是什么 准备扣高 明天准备扣高 关键对台股的量能有决定性的 关键的电子 明天是准备扣高档 今天看一下 今天有没有跳起来 电子指数 开高 量缩 跟我们昨天提醒大家的事情一样 电子一样持续干嘛 开高 但是继续量缩 一样守五日线 明天准备 五日线扣高档 这个是带量 电子的带量 明天准备扣高档 所以有没有退路 没有退路 没有退路 所以明天一定要干嘛 由电子做带量 补量强攻 这也就是什么 今天最后面给大家看一下 最后面加旋指数 是不是也是开高 昨天低点有破吗 没有 都跟我们昨天提醒大家 技术面东西一模一样 可是关键在明天 今天有一件事情 比较特别 还记得空方一直 一直恐吓多方 什么事情吗 月季线死亡交叉 来再看一下图表 各位 这加全指数 今天量缩 收在五日线上 带量这一天是 一二三四 明天第五天 五日线准备要做出量表态 到底说不说明天很关键 可是先看一下这个 空方 空方之前 就是因为被死亡交叉的 这两条线 骗进场一直放空 空道 创了2016年新高了 现在准备要干嘛 黄金交叉了 空方还有理由吗 各位没有 2016年新高出现了 月季线明天黄金交叉 那明天是不是很重要 各位 很重要 哪里重要 各位 空头根本没有任何技术面的理由 只差一个叫做价量倍率 那万一明天再出量呢 那就什么 技术面空方都没有 最后面会只剩下 9500点以上有很大量的套 很大量的套牢反压 那请问一下到底要猜到什么时候 各位我们不要猜 我直接告诉你 明天有没有机会出量 好不好 从过去到现在 请大家记得一件事情 明天礼拜三 每一周都有所谓的周选结算 周选都是礼拜四开仓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记得庄家都怎么布局 礼拜四 礼拜五布局周选 礼拜一礼拜二 企图拉回布局的区间内 礼拜三干嘛 把选择权买方 不管是买卖权 买买权的 Doken Over干掉 意思就是什么 庄家的力量 只要没有 听说 只要没有很大量的一个状况 没有单向明显趋势的状态下 庄家礼拜四开完仓之后 建的位置都是要想办法 把两边都杀掉 来看一下 这是加权指数的日线图 来 今天礼拜二 昨天礼拜一 这个礼拜五 那这边礼拜四 礼拜四 庄家是怎么建仓的 各位直接给大家看周选的部分 来 今天周选最后面算出来的结果 庄家最大买权卖在哪里 卖在9400点 什么意思 各位听清楚 现在不是在9300多吗 庄家大卖在9400 各位你就要听懂这个意思 也就是明天没有亮的状态下 指数庄家会想办法让指数压在哪里 9400下方结算 除非倒庄 谁给我办法倒庄 只剩下外资 外资的选择权永远都是买买方 所以只要外资不公的话 各位明天亮一说 你就要小心庄家又继续干嘛 跟上个礼拜一样干嘛 通杀 那选择权卖方的部分呢 庄家最大布局 未平常在9150 近两三天 大量增幅在哪里 在9250到9300 这个跟子卫老师 在这两天贴出来的图 不是有给大家看一个 周线黄金交叉之后 没亮的时候会陷入震浪整理架构 这个震浪整理架构的位置 有一个周线的水平区在哪里 周线的水平区在哪里 这个还记得吗 昨天也不是有提醒大家 水平区在92007到92008 这个是周什么 周的好几个压力点 周反弹第一个压力点 第二个压力点 第三个压力点 第四个压力点 川普压力点 各位反弹长上引线压力点 全部卡在哪里 92007到92008 这跟什么 跟我们看到庄家布局 大量干嘛 卖拳 周选卖拳 布在哪 布在9250到9300一模一样 代表一件事情 各位 明天不管有没有大力空 9300很难破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请大家听清楚 再看一下选择权 目前 这边大概都是两万口 两万口 九千三百五 一万九千多口 增幅的速度也够快 如果庄家狠一点 继续 只要明天外资不做强攻 请问一下 各位知道庄家会怎么结 是通杀吗 只要指数 结在九千三百五 听清楚 明天指数 不管冲高 杀低 结算在九千三百五到九千是叫做 捅杀 所以明天没有见到 找盘带亮 请操作 短线操作就要很小心 免得干嘛 又被庄家干嘛 玩 扒好玩的 所以呢 请大家明天 各位 找盘 又是那个九十分钟 各位重不重要 太重要了 到底找盘 有没有单方 尤其是多头 好像日线在创高 正当休息的过程 又一直守五日线 亮说 要喷出 一定是干嘛 要往上喷 如果不喷的话 各位 电子会干嘛 会转弱 各位 所以我们把结论 给大家做一下 明天很重要的结论 电子 明天必须出量表态 也就是外资 不要再干嘛 冲上去 又给你反向 倒个几千口 继续丢出来 万一它又是 这种状态的话 那 子瑞老师之前提醒大家 周线整理架构 它就不会改变 那代表 下个礼拜结算前 还是干嘛 还是有危险 高档震荡 还是继续震荡 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再来 明天是周选结算日 目前 庄家卖买权 和卖卖权 努力控制的位置 结算位置 就在九千三到九千四 今天收多少 今天最低 九三三八 最高多少 九三八一 代表明天 还是会在这边 那好不好做 各位 请大家好好考量一下 有时候不好做 请把握好早上的早盘 九十分钟就好了 免得干嘛 免得庄家 努力控盘的过程里面 各位 努力控盘 只要量说 他要控盘 就要冷宫盘 这个冷宫盘 各位 随机的 你搞不懂他要干嘛 只知道最后面 他要结在哪 结在九千三百五 到九千四 九千三百五十一 他都通杀 听清楚 只要结在今天 各位 昨天的收盘架 今天的收盘架附近 他都通杀 看多的 看空的 全挂 继续盘下去 会不会发生呢 来 明天 多空对决就很重要了 讲到这个地方 再讲一次 我还是要一再的提醒 提醒大家什么事 每一天早盘 有量的那九十分钟 到底应该要怎么做 各位 除了干嘛 除了你可以干嘛 每天听我讲 我会慢慢教大家 怎么看 更重要的是 为了干嘛 帮助大家 再掌握下一个礼拜 一个关键行情 因为下礼拜 有可能发生二合一 什么是二合一 下一阶段 我会提醒大家 为了帮助大家 掌握二合一 二合一发生之后 每天早盘的波动 就会变大了 就会变大 再讲一次 当二合一发生 波动会变大 尤其是早盘 所以怎么样 是不是在波动 还没变大之前 也要赶快干嘛 先学会什么 我们看一下 一定要想办法 先学会这个 所以职位老师 打算在礼拜四 早上八点四十五分 到十点十五分 会做一个 九十分钟的 直播黄金6K 赚6K的一个教学 免费的教学 希望帮助大家 在最近难做盘是 能够轻松赚到一点价差 可是最重要的是 当机会来临的时候 各位 你一定要把它学会 学会了 接下来 你就能够赚到 趋势盘的一个钱 相关的讯息 请大家留意 盘中的一些咨询电话 赶快来参加 好 不过就这个筹码面的部分 其实近期外资 好像也没有什么 太大的动静 对不对 筹码面怎么来进一步的解析 好 筹码面的部分 我们快速把它带过去 今天外资是什么 小买34亿 为什么 因为 我昨天有讲过 它并没有翻空 它并没有翻空 可是期货的部分 来 一样是小买 我们从工序看到的大单 均价也看得清楚 大单就是什么 小买一咪咪 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各位 选择权的部分 它仍然是什么 还是在做避嫌 所以明天外资的态度 到底要不要往上攻 要不要攻电子 就非常的关键了 就非常关键了 Poco Ratio 小将代表 选择权 没有看大跌 那明天 可能震荡或者涨 就只有这两条路 请大家好好留意 好 等一下还有更多分析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在古海中发掘市场的主旋律 巨洋头骨实现每个人 追求财富和成功的梦想 02-2506-8882 02-2506-8882 哎呦 好久不见 有消息 你不要用 我都用甘胃人参建立胶原 补充对的胶原蛋白 很重要哦 甘胃人参建立胶原 还有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 及六大营养素 一贴一包 给你全方位行动力补给 康世美 屈城市 信仪 某某 店店购及各大通路热销贩售中 请指名建立胶原 将为人生建立胶原 不只给力 还不美丽 立即拨打 0800-002-8888 台北国际建筑建材 即产品展 12月15到18 免费参观 好的行动保养 从现在开始 将为人生建立胶原 不只给力 还不美丽 立即拨打 0800-002-888 优质建材 齐聚一堂 南港世贸一管 仅此一档 错过可惜 在古海中发掘市场的主旋律 巨洋投顾实现每个人 追求财富和成功的梦想 02-2506-8882 02-2506-8882 小姐 要下车动作快一点 我骨子疏松 盖子流失 骨头疲乱 手脚无力了 那还不简单 吃大熊丸就好了 我们这个年纪啊 身体照顾好才重要 你说是什么 红心大熊丸啊 吃大熊丸就对了啦 亚太电信在创新 打电话加上网 全部吃大饱 吃话行动都适用 保证吃很饱哦 现实优惠错过不再 亚太电信 香蕉的花蕊 可以让男性保健事半功倍 添加多种营养精华 男性活力保健首选 更荣获瑞士八名奖金牌肯定 健康生活自在无忧 快搜寻香蕉雄蕊 在古海中发掘市场的主旋律 巨洋头骨实现每个人 追求财富和成功的梦想 02-2506-8882 02-2506-8882 欢迎欢迎来到其他论坛 当中的技巧怎么掌握的这个 好 当中其实没有那么的复杂 关键是什么 就是我常常跟大家讲的 看盘后的资料 你是知道一个大概的方向 可是盘中到底是买还是卖 还是决定涨跌的关键因素 可是这些都不是重点 为什么 因为成本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我们先看一下什么 看一下这个东西 有没有提醒大家 台股本周是一个震荡整理架构 可是下周台子准备结算 明天周选结算完之后 礼拜四也准备周选要 庄家布局下个月的结算 可是还记得吗 万一台子期跟摩台期的换长成本 有合在一起的时候 这时候常常会容易产生大行情 上一次摩根成本在33.4 目前价格在这 万一是往下结算的话 那可能创造出来的 后面大涨大结 机会就很高了 所以请大家要多做 这方面的一个留意 当机会来历时 请你要赶快学会 到底如何在找盘 赚6K 感谢收看 各位分享明天同意先再会了 拜拜